明星父子大对比 静东儿子最帅最像 邓超父子第二 吴京儿子想笑着名演员 加导演的吴京跟谢南的儿子 于2014年8月26日出生 难以理解的是吴京居然给儿子取名无所谓 看到这个名字广大网友都想笑 感觉这个爸爸太随意了 我都怀疑是不是亲生的呀 这么乱搞 很多网友都说吴京的儿子长得丑 而谢南毫不忌讳 说自己儿子确实是不属于好看的类型 小孩子嘛好不好看都是次要的 又是男孩子 最重要的是长大后孝顺懂事有出席 再说了无所谓还这么小 说不定还有翻牌的机会 难大十八遍呀 中国内地演员静东的儿子小明叫做静小爷 静东这个爸爸太霸气了 取这个名是要把宝贝儿子宠上天了 据说静东的老婆李嘉也是演员 跟赵薇 黄晓明是同学 再来看看静小爷的颜值 我的哪个天啊 太帅了 小正太 小鲜肉啊 以后长大了不得啊 两父子站在一起 简直是一个模样刻出来的 静东跟老婆李嘉于2017年 又生了二胎儿子 估计又各翻版小静东 真是幸福的一家四口 邓超与孙丽的儿子宇2011年11月12日出生 取名邓罕之 小明等等 这个小明取得特别 还是邓超奶爸比较靠谱 两父子站一起 也是超像的 连表情都一模一样呀 在用邓超小时候的相片一对比 等等的耳朵 鼻子 眼睛 嘴巴都很像邓超 又是一个翻版小邓超 以上三位明星父子 个人认为静东儿子最帅最像 邓超父子第二 你们说呢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经陪伴多人从小到大的很多明星们 现如今早都有了自己的家世了 他们也是纷纷以家庭为重 如今也是少见他们初心的影视剧做了 不过这些明星爸爸们也是人老心不老 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就是有些明星给孩子们起的名字 着实逗趣 近日 演员吴京在微博罕见晒出了汉两个儿子的照片 并分享表示 三 二 一 抬头 抬头见喜 祝女同胞们节日快乐 言论 吴京的儿子 名字叫无所谓 很多人一听这个名字 都感觉很逗趣 但是意思是吴家的孩子 看起来他们夫妻也是幽默细胞爆棚了 吴京也是用心用意的戴着 他快三岁的宝贝儿子一起出席了影片的首映礼 当天 他的儿子戴着帽子 一脸呆萌 看起来机智又可爱 网友们都说他长得很像他的妈妈谢南 43岁的公夫明星吴京 凭借票房口碑双收的战狼二燃爆朋友圈 总在荧幕上给多人硬汉感觉的他 生活里也有铁汉柔情的一面 吴京结婚比较晚 在汉谢南的婚礼上 他当场激动宣布要当爹 他儿子的真实大名叫吴忧 他也是希望他能自由自在地成长 不得不说 吴京和谢南之前也是很有缘分的 小的时候 谢南把吴京作为自己的偶像 那个时候谢南在上初中 但是当时的吴京已经出道了 谢南喜欢上吴京就是因为太极宗师这部剧 吴京在剧中饰演的是杨玉干 在长城上 白衣飘飘的他打着太极拳和脚水缸的镜头 很多人都被他迷住了 后来的他也算是追星成功了 他还把吴京追成了自己的老公 如今的他们有了两个聪明 帅气的儿子 和内容